大家好,我是阿树 今天咱们继续讲《黑暗之与神作,语者之夜》的故事 在前几话剧情中 以家子为首的主角团 准备了一份诬陷九大博士和转化院 秘密研究可动零化的假文件 目的就是引诱反转化派上钩 逼他们的老大日立剑 去找九大博士何时真相 这样主角团就在螳螂捕产,黄雀灾后 揪出失踪40年的九大博士 而反转化派这边 日立已经察觉到被人监视 于是选择暗兵不动 生怕暴露博士的位置 同时派出手下的精英杀手 偷偷潜入转化院 试图从转化院这边 核实博士是否背叛了自己 至此,一场正反两派的攻防大战 陡然展开 被转化院停职 加利还被雇佣兵霸占的14郎 接到了队友的电话 队友催14郎赶紧归队 因为就在现在 反转化派的大批人马已经攻过来 而此时的转化院内 确实有数百名身着制服的人 蜂拥而入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他们并不是反转化派的杀手 而是图书室的监察官 这个图书室 正是之前第一次调查 常春藤来历时 出现过的那个 记录转化技术的神秘机构 现在起20个小时内 将对第四转化院实施封锁 同时禁止任何人进出 还请诸位配合转化厅图书室的指挥 站在高层的家子 自然听到了广播里的通知 他只是迟疑了几秒 就飞奔到金的办公室 终于来了 今神情严肃地说 是的 家子打倒 于是众人起身准备战斗 不过身为打手的雇佣兵们 虽然身经百战 但那突然而来的几百号敌人 也是非常的震惊 他们问家子 难道外面这些 都是反转化派的杀手吗 哥这间说的人数也差太多了吧 家子也不隐瞒 解释说 这些人并不多是反转化派的 而是转化院的上级 转化厅下的监视官 他们是为了防止转化技术 和相关知识被滥用 存在的专门监视转化院的阻止 家子认为 这些人突然搞这么一出 一定是反转化派在背后搞鬼 也因此 在这些监视官里 绝对会有反派的杀手 并想借这波混乱 查清转化院和九大博士的关系 不用拼一听 表示这不正好吗 本来不就是要把假资料给泄露出去 这下反转化派直接上门取杰 多省事 完全不对 经打断众人的话 他告诉大家 如果找到资料的是监视官 又或者是反转化派的人 找到资料交给了监视官 那么背靠图书室的这些人 很快就能辨别出资料是假的 可一旦这个情报 传到了日历的耳朵里 他就一定会发现 有人在做举稿的 日后要想再用日历上钩 那就基本不可能 换言之 如果这份资料 在这次搜查中 被找得出来 那么我们将永远失去 接近九大博士的机会 谨证重地通知所有人 唉 想不到本来还手握主动权的主角他们 一下便被干倒在地 战斗还没开始 就输了一半 这时 夹子的电话响了 原来是科长打来的 此时的他 正一边躲避着监察官的嘴骨 一边喘着出气和夹子说 大概是之前 他去图书室 朝九大博士资料的时候 被发现了 所以这波肯定是要被抓 估计还会安上的 盗窃机密文件的罪行 而还没等科长把话说完 他便被几个大汉压在身下 紧接着 一面走来的 是整个抓捕行动的总指挥 长相极度惊悚的丽花管理员 这个女人有多残暴 怎么很快就能见识呢 事前再次回到夹子这边 一边科长的通风报警 夹子得以提前准备 他很清楚 自己马上就会被捕 于是 从背后拿出那份珍贵的假资料 交给深居高贵的警 这样多少能安全点 这份伪造的资料是定制的 没有复制品 请务必在二十个小时内 保护好他 夹子说出了最后的嘱托 然后转身 跑出办公室 而只是一眼 他便被楼下的监察官看到 于是夹子抓紧时间 掏出电话 打给诗斯斯了 诗斯斯 我没时间解释了 现在转化院被围得水泄不通 你一定要 还没等夹子把话说完 就被检察官拦腰抱住 至此 愚者之夜四十六话结束 下一期 战况更加激烈 不 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先有多名角色 领便当下行 那咱们下周接着聊